继续来关注2014环泰军演 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等组成的175特混编队 进行了首次主炮实弹射击演练 深圳卫视记者也登上了美军高自动化 高隐身性的新式战舰探秘 由中美、法、墨西哥和文莱五国海军组成的175特混编队 周五进行了主炮实弹射击演练 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 美国海军皇家港号巡洋舰 在演习海区布设了两个橘红色的冲气漂浮靶 上午11点编队11艘舰呈单纵队以五节的航速行进 依次对2.5海里的标靶进行了主炮实弹射击 每艘舰发弹三发 当天特别加入175特混编队的美国独立号滨海战斗舰 临时取消了射击计划 因此率先进行主炮射击的任务 由美国海军佩里级加里号护卫舰承担 紧随其后的是首次参演的中国海军052C型导弹驱逐舰海口舰 海口舰装备有单100毫米主炮 主炮锁定两个标靶中的一个发射三发炮弹 全部命中标靶 这次175特混编队的主炮实弹射击演练 共要演练9次 从打番茄漂浮靶到打中速机动靶 最后是打高速拖靶 下午1点半包括独立号滨海战斗舰在内的多艘水面舰艇 潜艇以及数架军机 用实弹射击将退役的奥格登级两栖船屋运输舰击沉 独立号滨海战斗舰是此次环太军演 美军重点展示的新装备 同类型的一艘已经被部署到新加坡 并在美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深圳卫视特派夏威夷的记者也登上了独立号 那我身后的这个外形奇特 而且可以说是科幻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独立号滨海战斗舰 那它采用的是铝合金三体船的结构 从空中府看 独立号就像一枚大头针 舰手兼兽阻力小 两侧副船增加稳定性的同时 还能保护主船体免受损伤 美海军赤巨资打造的滨海战斗舰 最具开创性的特点就在于 它可重新组合的武器模块 根据任务需要 组装搭配不同的武器模块系统 并实现极差极用 这样的灵活性 使它可以用三分之一的驱逐舰的价格 实现一舰多用的功能 专为独立号变形而设计的 就是该舰最机密的作战指挥中心 超大尺寸的显示器 将每个舱室的情况直观地呈现 此外高度的自动化 令舰艇人员编制 从一般的200余人压缩到50人之内 而独立号最少时 只需要6个人配合 就能在战斗信息中心 完成从驾驶到战斗的所有操作 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是首次参加环泰军演 而日媒报道 陆次在环泰军演 不会参加多国混编部队 而是与别国区分登陆地点 且限定通过无线电联系的对象等 始终保持谨慎应对 在日本主导的一场 人道主义救援演习现场 日方举行了记者会 现场的媒体以日媒为主 作为唯一一家中国大陆媒体 深圳卫视记者在问及 鱼鹰直升机和伊士号准航母时 环泰军演副司令 日方总指挥中田太树 都刻意回避了 MV22B 所以是一家里的MV22B 日本的大阪力是什么 在地下离开场上 我认识了MV22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否会购买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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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记者继续提问日本陆上自卫队参演环泰的相关情况 中田又把问题抛给了东道珠美国 在回答关于中方参演情况时 中田的回答更加谨慎 他的 turns out 会否向上吾 差兵许可 этот回答复 法� Bash 邦 子 请订阅我的答案 我认为决定的决定